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忽略你的,而是会把你捧在手心里,会对你异常关心和在意。 从你生活的点滴都会给你带来温暖和关怀,即使在忙,也不会忽略你的心情和感受。 因为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让你一个人的,所以说爱你的男人也不会忽略这三个细节。 一,忽略你的情绪变化。 要知道一个人真心在乎你是会对你关心上心的,他会注意到你的动态和心情,知道你情绪的变化,更会因为你的情绪而变动。 在爱你的男人眼里,他的关注点都会放在你身上,会时刻注意你的日常,这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爱你才会有的表现。 而一个男人时常会忽略你的感受,轻易去冷落你,那么就说明他不是真心爱你。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,再忙也会想到你放下手上的事情来陪伴你,不会让你孤单。 二,忽略你的需求。 女人总是会在爱情中越爱越深的,自然会在感情里,弥足深陷,经常在感情里,没有安全感,会需要更多的关心。 那么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懂得这一点,会懂得你的需求,给你关心和爱护,所以无论多忙,只要你需要,他都会来陪伴你,这才是真正爱你的人才有的模样。 而不在意你的人是根本感受不到这一点的,所以,真爱你的男人从来不会忽视你的需求。 四,忽略你的习惯和喜好。 真正爱你的人是会懂得你的心意的,知道你的喜好和习惯,会满足你的心意,更不会触及你的底线。 因为爱你的男人,他都会把心思放在你身上,会对你专注,才会时刻都记得你的喜好和习惯。 把你放在心上,而忽略你的男人,就从来不是很爱你,所以从来只有把你放在心上的男人,才不会去忽略你这一点。 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真正爱你的人,才会想要去了解你,关注你,不会去忽视你。 所以遇到这样对你的男人,就要珍惜。 因为遇到一个真心对自己的人,并不容易。